8. 星島日報 人造狂牛急殺亭股民信心遁失 2015年7月8日財經專題B02內地信府多年重建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 因為近半個月的浩劫,令信心消失殆盡 一家私務基金的投資經理劉強作在微博指 政府一手導演的加槓桿的人造牛市 最終的結果卻是政府反手把槓桿瞬間降下來 導致股市出現流動性危機,市場買賣盤嚴重失衷 上千隻股票連續跌停,他形容 前期去槓桿的政策力道,將讓一列以加速至每小時300公里的高鐵瞬間停下來 不出事才怪,槓桿風險未盡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而憲容認為,政府有心滬航股市,重建股市信心 但投資者的情緒並沒有恢復,在股市結構沒有改變 股市風險未釋放,以及政府救市方式未知是否妥當的情況下 當前中國股市的形勢仍十分不明朗 加上希臘問題對全球市場可能帶來的衝擊 要恢復對中國股市的信心,絕非一朝一夕的事 以憲容稱,中國股市去槓桿的過程並沒結束 甚至有許多股市過高的槓桿風險還未暴露 或正尋找機會隨時出逃 從最近的數據來看,深戶兩地的兩融業務余額 從6月18日高峰期的2.1243萬億元 大幅降至近期的1.873萬億元 回落幅度超過3千億元 這是內地股市推出兩融業務以來 如額第一次出現大幅度減少 這也是造成前兩週股市下跌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對於場外融資或場外配資 其交易量有多少 風險是否真正得以釋放 無論是監管者益或市場,都不清楚 在宜獻容看來,場外配資是中國人借助互聯網 搞出其特的金融創新 它是以4至5倍的槓桿 13%至20%的高息 向股市散戶者出炒股資金 現在市場只有一些股算數額 實際數量是多少 風險在那因同樣不清楚 因此 場外融資去槓桿的風險無法量化 這是投資者無法恢復信心的關鍵 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 譬如說它為投資者當頭棒喝 截至7月2日 股價跌幅超過50%的A股 已超過450隻 股價跌幅超過40%的股份 已超過1500隻 假設一名投資者以本金10萬 融資槓桿四倍進入市場 它息數購買股票50萬元 若大跌市後股價跌掉50% 其股票市值剩下25萬元 就事說不僅本金10萬元全部虧損掉 它還要負債15萬 類似的情形比比街市 對於這些損失慘重的投資者而言 股市 還要車談信心 能活銳敏 股市就事萬行